你见过这么奇葩的事吗 受害者家属向加害者道歉 还祈求对方的原谅 真是离离言商谱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模范险情2 千里是这个称呼 让郑爷爷起了疑心 莫非杀害郑熙猪的人是娜娜 而娜娜也同样疑惑 她跟郑熙猪通话的事 郑爷爷竟然知道 这让她有种莫名的危机感 原以为送走千公子 替这集团就是她的天下 可没想到前会长竟然出狱了 而且还知道她都干过些什么 她的表情相当精彩 千会长也不为难她 放弃现有的一切 继续做天家的女儿 不然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就让她多年的努力富足东流 另一边 解决完郑熙猪的案子 就该太后的自杀案了 当时负责此案的事故科同事 突然被调到别的地方 小吴觉得可疑 找那名同事咨询了一下 当时对事故车辆进行过鉴定 上面有两个人的指纹 一个是太后 一个是娜娜 按说两人同乘一辆车 有指纹很正常 但问题出在位置上 安全带卡扣和方向盘上 都有娜娜的指纹 当时开车的是太后 娜娜喝过酒 不能开 否定了两人换着开的可能性 行车记录以理由 解开安全带的声音 按娜娜的说法 是太后自己解开的 那她的指纹为什么会出现在上面 方向盘上的指纹又是怎么回事 除非是她解开太后的安全带 并控制方向盘 装上对面的卡车 否则解释不同 事故科的同事 正是提出这个疑问 才会被调到别的地方 署长压力很大 千会长已经被释放 把人儿子送进去就算了 还要动人女儿 是不是有点赶尽杀绝 人财产是以召集的 拿钱砸都能给他们砸死 但一位的阻止好像也不合适 不如少数负责多数 哪怕豁出性命 也要查到底的举手 中案组七个人 加上署长是八个 老江和小吴率先表态 老姚紧随其后 署长正要宣布结果 宰红也把手举了起来 老姚是他带出来的 后背都一往无前了 前辈怎么能丢人 话音刚落 组长这个墙都早已举手表态 宰红的话很有道理 组员都往前冲 组长只能退错 眼看要5比30位 署长那时决定 像这种重大案件 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行 胖子立刻把手举起来 理由是不喜欢五这个数字 组员里面就剩一个了 不举不合群 署长这下没招了 只能同意调查 晚上 娜纳约小吴见面 让小吴辞职来当她的保镖 价钱随便开 条件随便提 之所以提出这种请求 是怕前辉长知道 她向警方提供了 对前公子不利的证据 可惜她选错人了 小吴啥都不缺 只想挖掘真相 她又开始攻击小吴的软肋 说两人在某方面很像 小吴和她一样 都是害死妈妈的罪人 小吴这次比较坚强 没有沉溺在过去的悲痛中 而是立刻展开反击 据她了解 娜纳母亲死的时候 正准备对千会长提起诉诉 想让千会长承认 娜纳是亲生女儿 千家父子认为 她的目的是钱 一番逼迫和打压 让她走上了自杀这条路 娜纳一直说 自己当时在去国外的飞机上 其实不然 她当时就在现场 母亲是她进入 千家大门的绊脚室 所以她没去阻止母亲的死 为了让自己少一点负罪感 才编造了人在国外的谎言 第二天 中央族找到长矛的车 发现有人在上面装了定位器 查了下监控 车是广速队队长给的 长矛把车开走 巨老大的人把车开回来 八成是队长把位置 投入给巨老大 让巨老大杀人灭口 他们把巨老大的人 抓回来审问 可对方只承认 把车开走的事实 不承认杀人 而且没有长矛的尸体 怎么给案件定性呢 这也是中案组 现在头疼的问题 虽然长矛杀人其实 死有余辜 但于情于理 都应该让其家属知道 长矛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会死 小吴抓住了一个重点 队长为什么要把位置 透露给巨老大 说是怕他出庭作证 执任千公子叫做杀人吧 好像又不是全部 结合太后的事情来看 和敏智交谈后 怀疑千公子是凶手 见完长矛却跑去找娜娜 然后打电话过来 说要举报什么 最后死在半路 和敏智的对话已经有了 那从长矛那 知道了什么事呢 如果长矛承认杀人气势 就不会有后续的活动了 所以长矛肯定否认杀人 只承认气势 这也是他会被灭口的原因之一 听说长矛还有个哥哥 去见了一下 挺老实的一个人 对长矛所做的事痛恨不已 最后一次见面是十年前 老江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确定长矛没有杀人 那千公子的教唆罪就不成立 还有必要插下去吗 另一面 长矛的手下来到炸鸡店 郑爷爷无意间听到他们的对话 长矛曾说过自己没杀人 哥哥哪有证据 这件事据老大爷知道 那天长矛走投无路 想用那份证据换一条活路 可惜哥哥没接电话 不久后 郑爷爷找上长矛哥哥 想知道长矛留下的证据是什么 但哥哥从没听说过这件事 也没帮长矛保管过什么东西 长矛坏事做尽 此有余辜 但作为加害者的家属 他也被折磨得不清 郑爷爷这才明白一件事 原来杀人案发生后 痛苦的不止被害者家属 加害者的家属也很痛苦 可能是被郑爷爷的话打动 他拿出一个包 是在收拾长矛的东西时发现的 看了里面的东西 郑爷爷就能解脱了 里面装的是郑熙珠遇害那天穿的衣服 上面还有血迹 但郑爷爷没往深处想 既然东西在长矛手上 那肯定就是长矛杀的 就在郑爷爷沉浸在悲动中时 娜娜突然到访 看到郑熙珠的衣服 她整个人都愣了 与此同时 巨老大找上长矛哥哥 逼问长矛留下的证据是什么 随后通知队长 东西在郑爷爷那 队长刚收到消息 娜娜就找他说了这件事 队长好歹是刑警 很快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娜娜怎么知道那是郑熙珠的衣服 娜娜赶忙找了个理由 那天她跟郑熙珠见不面 知道郑熙珠穿的什么 队长姑且信了 但衣服在郑爷爷那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早就准备好了说辞 怕衣服的出现会改变审判结果 不能给前公子留任何机会 队长立刻行动起来 让巨老大把郑爷爷处理掉 眼看郑爷爷就要被活没了 身受重伤的长矛哥哥终于清醒 他赶忙打电话通知小五 郑爷爷有危险 中案组立刻行动起来 而此时 队长溜进爷爷家 在后院找到了那个包 离开时偶遇恩惠 恩惠敲门没人开 本来都打算走了 结果收到郑爷爷的遗书 立刻闯了进去 这一闯 逼得队长不得不对他动手 队长没打算灭口 只要不暴露身份就行 可人算不如天算 恩惠从镜子中看到了他的脸 等他走远后 恩惠挣脱束缚 把最底情况告诉老江 老江他们追踪郑爷爷手机信号 来到了一片小树林 恩惠收到遗书 说明对方想把郑爷爷伪装成自杀 他们必须加快速度 还好来得及时 郑爷爷捡回一条命 但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 能不能恢复意识还是另一说 恩惠看到了队长的脸 虽然不认识 但他是学美术的 文化出来 有长毛哥哥的指证和现场的证据 那帮人很快就被抓了回来 中案组这次全体暴走 敢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动手 还想要什么人权 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抛开人全部谈 这事传出去他们也没脸在道上混了 只能坦白交代 郑老大也是受人指使 但具体是谁就不清楚了 队长这人挺有意思 也正在调查郑老大为由 来中案组打电消息 还主动拿出郑老大杀害长毛的证据 结果巧了 临走时被恩惠看到 恩惠把画像交给老江 他们正在研究队长为什么要献殷勤 这下算是明白了 指使郑老大杀害郑爷爷 趁机却把衣服拿走 眼见事情败露 就拿出对聚老大不利的证据 想转移中案组的视线 衣服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值得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下厮守 队长现在也是慌的一批 暴力罪 较缩售罪 非法入侵 杀人未遂 故他在监狱待一辈子了 尽管队长保证他不会出事 但他还是不放心 除非能告诉他到底是谁杀了郑熹竹 这个队长也不清楚 他只是把说到的尸体转交给长毛 而给他尸体的人是太后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让整件事变得更复杂了 另一面 中案组本想找队长进入郑爷家的证据 可队长这么多年刑警不是白干的 全程躲着监控走 没被拍到 不过有个意外发现 娜娜曾去找个郑爷爷 白天刚去 晚上就出事 很难让人不往他身上想 小吴亲自去找他确认 他的回答很暧昧 只要学会放手 就不会有无辜的人遇害 这种威胁对其他人或许有用 对小吴确实一点用也没有 与此同时 前会长做了一个决定 把TJ交给麦坤的人 前提是他得帮签会长做一件事 刚告别签会长 他就接到娜娜的邀约 本来不想去 可见识过娜娜的手段 不去不行 娜娜知道他跟签会长见面 想知道都聊了些什么 他犹豫片刻 说TJ的情况不太乐观 会长想寻求解决方案 计划去美国的麦坤总部 跟大佬们面谈一下 但他觉得签会长去不太合适 如果娜娜愿意的话 可以代表TJ去跟麦坤谈谈 这看似是对娜娜有利 但两人相识已久 娜娜知道他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谎的时候习惯用英语 而他刚才让娜娜去的时候 用的就是英语 他当然不能承认 只说是为了娜娜好 可转身的一刹那 娜娜把杯子砸了过来 像疯子一样发泄自己的情绪 让他谈判只是借口 真正的目的是让他死在美国 还没想到老同学竟然敢背叛他 跟签会长穿一条裤子 这让麦坤的人怎么回答 是也不行 不是也不行 那就当他没说过吧 短暂的痛苦后 娜娜说说好心情 去向签会长摊牌 是他协助警方把签公子送进监狱 也是他给青瓦台送资料 让签会长入狱 他拿死去的母亲曾教会他一件事 想要什么就去抢 该说的都说了 要杀要寡西听尊便 不过还是得说一句 他很怕签会长真的杀他 他把这些话都录了下来 如果真的遭遇不测 签会长就是首要怀疑对象 另一边 据老大这个关键人物 终于被中案组抓了回来 本来打算死抗到底 一看有他杀长王的证据 还是队长给的 立马就撂了 此时的队长还不知道 大货临头 把恩惠找来 说他出现在正爷爷家 是说老江指示 想销毁正希专案的关键证据 反正当时就他俩在场 一个是广速队队长 一个是不良少年 谁都可信度更高呢 他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 等老江和小吴赶到时 还洋洋得意 可当小吴拿出拘老大的手机 拨通他的电话后 他就笑不出来了 查了下他的通话记录和地点 有一处地方让人疑惑 国科搜 难道队长没有销毁证据 反而送到这检验来呢 国科搜的人全横了一下 队长是私人委托 专案组是走正常流程 涉及到杀人案 这责任担不起 只能把情况告诉了人 送来的是正希专的衣服 除了本人以外 还有其他人的血迹 具体身份还不清楚 队长送来的几个DNA样本 对比结果还没出来 不久后 娜娜以正希专的名义 举办了一场慈善活动 还邀请老江和小屋参加 接受采访时 他说TJ的情况恶化 是因他而起 亲家父子双双如狱 都是他向有关部门提供的证据 但他并不是想被母亲报仇 只是想带领TJ走向更高的地方 黄首席第一时间找上他 几句话就让TJ股价暴跌 这可不是明智的选择 可他却有恃无恐 送给青瓦台的资料 只是冰山一角 他手上还有很多东西没爆料 不知道黄首席能不能承受得起 黄首席脸色难看 不敢再为难他了 他接下来的举动 更是让人捉摸不透 先是给自己打了一针 然后在讲话时摇摇欲坠 可千算万算 却没算到队长没把证据销毁 国科苏那边通知小屋 DNA鉴定结果出来了 另一个选记是娜娜的 与此同时 娜娜头一位 倒在了地上 《模范刑警2》第13、14集到这就结束了 娜娜先录音 或晕倒 目的应该是嫁祸千会长 让大家认为千会长想杀她 搞定千会长 TG就是她说了算 虽然这些猪的衣服上 验出她的血迹 但仅凭这一点 恐怕奈何不了她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却队长的倒钩 或许是个重点 还有郑爷爷的证词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